说起校服,日班的姐妹可爱,韩国的青春亮丽,美国的气质绅士,而中国的则是一年难尽,如果给现在的学生们一个可以重新选择校服的机会,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的学生一定不想再穿上大中国的校服了。 这不是不爱国的表现,只能说中国校服真的是有些差强人意,可就在今日,在网上流传出了一组街拍照,让网友对中国校服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。 照片中的妹子,戴着鸭舌帽和大大的眼镜框,穿着一套校服。 休闲学生在士族,看了她的街拍照后,网友们感叹道,原来丑的一直都不是校服,而使人。 这么多年来是我们错怪了校服,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从前流行的一句话,时尚的完全是靠脸。 没错啊,高颜值是多么的重要呢,它能让你hold住奇怪的服装,奇怪的发型,奇怪的妆容,奇怪的风格。 就连大家公认丑的校服也能hold住,但得感叹妹子把校服穿得太美之鱼,还有一些网友却表示,学生就跟有个学生一样。 有些网友认为,虽然不否认妹子,确实把校服穿出了另一番滋味,但作为学生就跟有个学生的样子,化着妆,披着八成和体统。 确实,在兔子上学的时候,我们学校是禁止女生化妆批发的,甚至有更严格的规定,拉链要拉到什么位置,名条要带到什么位置等。 我相信学校如此的规定是为了我们好,为了让我们更加集中精神好好学习,而不是花心思在打扮臭美上,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以这样的角度,出发去看待中国校服呢? 虽然达大中国的校服不如外国校服时尚美观,但却比外国校服更加舒适自在,还可以让跑步,跳操变得更加自如。